我不敢想像我還有演唱會 但是當主辦單位來邀請我的時候 我說你們不害怕嗎 你敢不怕說我忽然甘地 台上就倒下去了 他說雅雯姐你可以的 可是我說我不覺得我可以 我沒有一天覺得自己可以 我都是假裝堅強假裝勇敢 我假裝了很久我一直在假裝 但是這個假裝可以裝多久 你說真的那麼有希望嗎 我倒不覺得 我對我自己沒有那麼大的希望 跟肯定說我給你好好 我今天上了影響的節目 下一秒我真的還在嗎 不盡然 是 因為前一陣子也知道 紅人榜啊 成勳 就是也是突然就過世了 對 讓很多紅人榜的老師 其實都對學員們 參賽者 真的都是當作是家人一樣在照顧 雅雯老師其實也是一路走過來 所以很疼惜這些子弟兵 但沒想到他就 這麼這麼的突然的離開 很突然 很突然 那天 當我收到訊息的時候 我馬上回訊息 開什麼玩笑 這不是真的 這不是真的 我一直一串話一直寫 同樣的話 再重複 這不是真的 這不是真的 我不能接受 我到現在都不能接受 我到現在都覺得 成勳還在 他還在 他一直都在 這麼快樂 愛唱歌的孩子 他的精神都還在 但是因為這樣子 會讓我更珍惜說 當我還能夠 用這個身體 發聲 發音 說話 我愛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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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演出 我不敢想像我還有演唱會 但是當 主辦單位 來邀請我的時候 我說 你們不害怕嗎 你們不怕說我忽然在台上 就倒下去了 他說 亞文姐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可是 我說 我不 我不覺得我可以 我沒有一天覺得自己可以 我都是假裝堅強 假裝勇敢 我假裝了很久 我一直在假裝 但是這個假裝 可以裝多久 等到成勳的事情 他壓垮了我 我不能去接受這個事實 可是 這個孩子很慈悲 他慈悲到讓我 忍住了眼淚 他慈悲到讓我 覺悟到一件事情 生與死是一條山 生是死的起端 死是生的開始 所以他沒有生也沒有死 他還在 所以我就一直安慰自己說 對啊 陳勳還在啊